我们都是在农村做农活的 我妈妈有点病 要花挺多钱的 就要挣钱寄回家给妈吃病 给我看病 其实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吃 都不敢说 一说了我就 出生农村家庭的全红蝉 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家庭责任 不但赚钱给妈妈看病 还要每个月寄生活费给家里 才14岁 有多少14岁的孩子还在过着 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的日子 稍微不满意就对父母大发雷霆 还美名其余说是叛逆期 看看全红蝉 那么小就进入体育队 每天不停的肩虎训练 一次次的失误 一次又一次的爬起来 为的是通过自己的泪水与汗水 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赚钱为妈妈治病 我叫全红蝉 我今年14岁 来自广东 放假只能回家回家 又没去别的地方玩 没钱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的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 他们都是在农村做农活的 我妈妈有点病 要花挺多钱的 就要挣钱寄回家给妈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的